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分手后的第六年,我在人生最狼狈的时候,和江燕重逢了 那天是同学聚会,所有人都没想到,江燕会来 有人开玩笑,问他,江老板从来不跟我们联系 怎么今年突然来参加同学聚会了,是不是听说童年来了 心里还想着他,来找他的 我坐在角落里,后背猛的一江,抬头看见江燕嘴里叼着烟,冷漠地看着我 所有人都知道,江燕从前有多爱我 他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却对我一见钟情 那一年,他为了我跟家里断绝关系,不要权利,也不要钱 拼了命地要和我在一起 我们住在小小的出租屋里,吃同一碗泡面,喝同一碗粥 过得很辛苦,又很幸福 每一个缠绵的夜晚,我们食指相扣,发誓要永远在一起 直到后来,我怀孕了 他妈妈给了我三百万,让我打掉我们的孩子,离开他 那一天,江燕跪在手术室外,狠狠地砸着手术室的门 他一遍又一遍,哭着求我 小乖,我会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养家 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个三百万,全都给你花,好不好 我求你,别不要我,也别不要我们的孩子 我躺在手术台上,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隔着一扇小小的门,听着江燕说,他会恨我一辈子 没人知道,我和江燕分手时,闹得有多难看 有人把我往江燕身边推,一边推一边笑着问江燕 江老板从前爱童年,爱得连命都不要了 怎么就舍得不要他了 所有人都在起哄,说要我们破镜重圆 江燕的兄弟看了我一眼,轻蔑地笑了笑 突然开口说,江老板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他童年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江哥念念不忘 他说,有个女人跟了江燕三年 那个女人比我温柔,比我漂亮,比我更适合做江燕的女朋友 江燕和他恋爱三年,他兄弟都叫那个女孩嫂子 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 所有人的笑闹声都停了下来 只有江燕的兄弟还在笑着 邀请大家一定要去参加江燕的婚礼 他把情帖甩了过来,扔在我的脸上,掉进我的怀里 我低着头,看见情帖上写着江燕的名字 她的身边写着另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叫温婉,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好姑娘 我想,她一定比我懂事比我乖,比我会疼人,不会总让江燕难过 六年不见,久别重逢,知道江燕过得很好,那就好 我忍住差点掉落的眼泪,抬起头,对江燕说了一声,恭喜 江燕直勾勾地盯着我,听到我说恭喜 她突然就笑了,狠狠掐灭手里的香烟,冷淡地对我说 同年,婚礼你就不要来了,我老婆看见你会不高兴 她不高兴,我会心疼 我攥着那张红色的,薄薄的情帖,愣了愣 笑着点头,轻声说,好 那一天,所有人都说,江燕好像是真的不爱我了 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曾经爱得那么深 到最后,她要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所有人都以为,江燕会一直等着我 所有人都在好奇,那个叫温婉的女孩 到底是谁,能让江燕这样着迷,这样疼爱 我知道,江燕不想再见到我 干脆早早就离开了同学聚会 回家的路上,朋友给我发了一张温婉的照片 照片上的温婉长得很清纯 听说她很爱笑,也很爱撒娇 是江燕很喜欢的那种女孩 朋友问我,童年,你不觉得温婉 笑起来的样子,和你很像吗 你说,江燕是不是还爱着你 你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轻轻吐出一口气 沉默了很久,笑着说 无所谓了,我不在乎了 我不想再和江燕纠缠了 我想,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瞒着所有人,偷偷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可那个孩子生了病,就快要死了 直到几天后,那个叫温婉的女孩找到了我 温婉大概是听别人说,她和我长得很像 想要见一见我 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来会所玩,指名道姓说要找我 有个女孩问我,你就是童年啊 就是江老板的那个初恋 她的眼神带着鄙视 看着我浓妆艳抹的样子 好像是在说我,真脏 我攥了攥拳头 忍住脾气不想惹事 只问她们要不要喝酒 如果不喝酒 就不要耽误我挣钱 那个女孩大概是觉得 我没给她面子 冲着我嚷嚷,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问你话呢,你听不见 给脸不要脸 她指着一瓶烈酒 对我说 行啊,童年,你喜欢钱是吧 一口气喝完这瓶酒 我给你二十万 这一瓶酒喝掉 大概是要进医院的 温婉装作有些着急的样子 劝那个女孩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 只是来看一眼 不会为难童年姐姐吗 虽然别人都说她很会勾引男人 让我小心她 就连阿燕也说我太单纯了 怕她会欺负我 但是,我没事的 我静静听着温婉的话 大概懂了 她是在告诉我 姜燕有多喜欢她 又有多讨厌我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只是问她的朋友 说好了,我喝掉一瓶酒 你给我二十万,是吧 然后拿起桌上的酒瓶 就往嘴里灌 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想到我为了赚钱 真的连命都不要了 温婉拉着我的手 亲声劝我 童年姐姐 你怎么能为了钱 这么糟蹋自己呢 我们做女人要知道什么是羞耻 我本来不想说的 怕你难过 但是你知道吗 阿燕最讨厌你这种女人 我喝完一瓶酒 忍着胃里剧烈的疼痛 打断她的话 问她,钱呢? 她姜燕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关我什么事 我只要你们答应 给我的二十万 温婉皱起眉 失望地看着我 细声细气地说 童年姐姐 说实话 那二十万对于我来说 只是一点小钱 我随便给谁都行 但就是不能给你 你可以怪我 但是我是为了你好 我不能看着你 继续堕落下去 她朋友推了我一把 笑着说 我刚刚是耍你的 我就不给你钱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冷冷地 也跟着她笑了起来 然后抬手 狠狠摔碎手里的酒瓶 溅起的玻璃碎片 滑在温婉的腿上 滑出一道伤口 渗出了血 温婉的眼泪 瞬间掉了下来 刚刚还吵吵闹闹的几个女人 谁也不敢说话了 下一秒 包厢的房门被打开 江燕站在门口 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猛地愣在原地 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我化着农妆 为了赚钱 陪着男人喝酒 哄得男人开心的样子 还是被江燕看到了 其实我不怕别人看不起我 只是唯独不想让江燕知道 我过得这样狼狈 可是到最后 就连这一点愿望 也没能实现 我只能用尽全力 假装无所谓 逼着自己抬起头 看着江燕 伸手把温婉抱在怀里 温柔地为她擦掉眼泪 然后一字一句地问我 童年 你当着我的面 欺负谁呢 想要钱 可以 先道歉 我看着江燕 保护着温婉的样子 想起了很久以前 她也曾这样保护着我 我知道 江燕是要我哄温婉高兴 没关系 为了钱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温婉躲在江燕的怀里 偷偷对着我笑 我看着她腿上的伤 捡起一块碎玻璃 狠狠滑在自己身上 然后伸出带着血的手 平静地对江燕说 给我吧 二十万 江燕看着我 突然就红了眼圈 温婉看着江燕的表情 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她掏出一张银行卡 放进我手里 揉着声音说 童年姐姐 我今天给你钱 不是我欠你的 而是我不想像你一样 为了一点钱闹得那么难看 我懒得在看她装高上的样子 拿着钱要走 却被江燕一把扯住 她喊着我的名字 咬着牙骂我 童年 你他妈不疼吗 你没钱能死吗 她紧紧皱着眉头的样子 好像是心疼了 我用力地甩开她的手 回过头 冷笑着说 我一直都是个爱钱的女人 江燕 你不知道吗 管好你自己的事 也管好你的女人 别再来招惹我 江燕盯着我 眼神冷得吓人 好像恨不得一口吃了我 我说的话 大概是让她想起了从前 她为我放弃一切 我却为了钱 狠狠抛弃了她 我的胃里很疼 不想再跟她多说 转身就走 身子却突然一清 脚下离开地面 下一秒 江燕就把我扛在肩膀上 她就像个强女人的土匪 叼着烟 扛着我走出包厢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我拼命挣扎着 要江燕放下我 她抬手就打我的屁股 凶我说 童年 老子上辈子欠你的 这辈子让你这么折腾 她把我扔进车里 俯身压住我的腿 掐着我的脸 恶狠狠地骂 有时候 我真想弄死你 她的表情像是恨透了我 可是她的眼睛 却总是像在对我说 她还爱着我 我的胃已经疼得说不出话 流着冷汗 瞪着她 江燕皱了皱眉 打开车里的抽屉 拿出一颗胃药 塞进我嘴里 我看到抽屉的角落里 装着我曾经用完 却舍不得扔掉的口红 扎过头发断掉的皮筋 还有江燕从前买给我的 幼稚的粉色发卡 那里装着关于我的一切 在我离开的那些日子里 替我陪着江燕很久 我的眼泪猛地掉下来 转过头 趁江燕还没看到 用手胡乱抹掉 这么多年了 她还记得 我的胃不好 即使我不在 她还是习惯 为我准备好止疼的药 而我却很下心 用尽全身的力气 狠狠推开了她 我逼着自己对着她笑 笑着说 江燕 别再纠缠我了 行吗 你纠缠我的样子 真让人讨厌 你大概还不知道 我早就结过婚 生过孩子了 难道你还想跟我破镜重圆 江燕 别犯贱 她被我推得后退两步 僵在那里 在我起身要走的瞬间 她突然伸手 把我摁在车上 掐着我的脖子 颤抖着声音 咬牙说 童年 我不信 你最好告诉我 你是在开玩笑 否则 我一定弄死你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平静地说 好 我证明给你看 我带着江燕 来到儿童医院 晚上九点 住院部 还没熄灯 我站在病房外 隔着玻璃 指着里面安静看书的小孩 告诉江燕 那个就是我的孩子 那孩子叫小宝 她是我最疼爱的心肝小宝贝 她长得很像我 性格却像江燕 很贴心 很温柔 又有点霸道 眉眼间总是带着倔强的神色 她遗传了江燕的所有优点 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小孩 可是她却生了病 快要六岁的孩子 又瘦又小 却又乖地让人心疼 江燕盯着那个孩子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握着拳头 狠狠砸在墙上 她低着头 好像掉下一滴眼泪 我从没见过 她这样狼狈的样子 那天晚上 江燕跟我说的 最后一句话是 童年 你有种 她没有问 孩子的爸爸是谁 也没有认出 那个孩子 那是她的孩子 后来 江燕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只是听说 她给温婉买了 华丽的婚纱和昂贵的钻戒 带着温婉回家 去见了她的妈妈 听说她妈妈很喜欢温婉 江燕也说 这辈子非她不娶 同学们都在感叹 我好羡慕温小姐 能被江老板这样的男人 当宝贝一样疼爱 不过 温小姐本来也是个好女人 又温柔又大度 她听说童年现在很穷 还想给童年一点钱 帮帮童年呢 这样善良的女人 就该被人保护一辈子 我看着同学群里的消息 心脏狠狠一跳 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往外冒 直到去了医院 我才听护士说 江燕和温婉来看小宝了 年轻的小护士跟我道歉 说她一不小心 就告诉了温婉 小宝没有爸爸的事 我听到温婉问小宝 宝贝 我听说 你爸爸不要你和你妈妈了 是不是 你知道吗 你妈妈很可怜的 为了给你治病 每天都在陪各种男人喝酒 很脏的 其实你爸爸不要这样的女人 也很正常 小宝冲着她大喊 你胡说 你才脏 我和妈妈不要你们的钱 你们走 我浑身颤抖着冲了进去 温婉回头看见我 愣了愣 皱着眉说 童年姐姐 你看看你家的孩子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 你有多辛苦 她还冲我发脾气 真是太不懂事了 温婉的话还没说完 我伸手就扯住她的头发 狠狠地扇了她两巴掌 拽着她到了门口 把她推到走廊里 我指着她的鼻子骂 温婉 你他妈就是非要招惹我是不是 她捂着脸 不敢相信 我居然敢打她 她装作无辜的样子 哽咽着对我说 童年姐姐 我只是想帮帮你 没有别的意思 爱燕本来不想管你的 还好她很听我的话 也知道我很善良 如果不管你 我会愧疚 我是真的想帮你 可是现在你打了我 安燕一定又要对你生气了 我看着温婉 冷冷地笑了 原来她是来找我炫耀的 她就是忍不住地 想让我知道 江燕有多爱她 比爱我多得多 我看着她那副可笑的样子 冷冷地说 温婉 你想要江燕 一个男人而已 我送给你了 但是你就是不知足 非要招惹我 是不是 然后扯住她的衣领 低声说 有种你就继续挑衅我 我一定会祝福你和江燕 新婚快乐 顺便告诉她 我生下的那个孩子 是她的 你猜 她还会不会要你 温婉愣在原地 我看着她的脸色 慢慢变得煞白 咬着牙对她说 现在我要你去跟我儿子道歉 然后滚蛋 话刚说完 江燕却打开病房的门 走了出来 她扯着我的胳膊拽开了我 我没站稳 后背狠狠撞在墙上 她俯视着我 笑着问 童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想娶哪个女人回家 还要看你的脸色 温婉嫁给我 用得着你来让给她 我的后背撞在墙上 疼得闷哼一声 小宝大概是听见了 光着脚跑出来 伸手挡在我前面 抬头瞪着江燕 不让她再碰我 江燕低头看着她 冷冷地笑了笑 冷漠地说 你和你妈妈一样 让人讨厌 我看着小宝 慢慢红了眼圈 这一句话 大概是伤透了她的心 她的枕头下 藏着江燕的照片 她从来都知道 江燕是爸爸 那些生病以后 很痛苦地每个晚上 她躺在妈妈的怀里睡着 总会梦到爸爸回家了 她说她很想小宝 就像小宝想她那样 总是偷偷地哭 她说她不走了 也不会再让妈妈那样辛苦了 只是后来梦醒了 小宝也见到了爸爸 却听见她说 你和你妈一样 让人讨厌 江燕只看了小宝一眼 就收回视线 她像是有点烦躁 皱着没扔了张银行卡给我 淡淡说 拿去给你的宝贝儿子看病 一百万 一千万随便你刷 不用你们还 别再去陪酒了 也别忘了 谢谢温婉 她说完话 抱着温婉 转身就走 小宝看着她 渐渐远去的背影 滴滴地叫了一声 爸爸 然后回过头 忍住眼泪 轻声对我说 妈妈 小宝不要爸爸了 她的表情那样认真 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 却突然咳嗽了起来 我眼睁睁看着她 软软地倒在我的怀里 听着她小声说 妈妈不脏 妈妈很干净 都是小宝不好 妈妈 扔掉小宝吧 别要小宝了 别再让自己那么辛苦了 我听着她的声音 越来越小 看着她慢慢闭上眼睛 歇斯底里地 喊着她的名字 我还没告诉她 这世界上 哪里会有一个母亲 不要自己的孩子呢 她可是我十月怀胎 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一块肉啊 周围的护士乱成一团 从我怀里抱走了她 送她去抢救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跟了上去 抬头就看见 江燕飞奔着出现在走廊的尽头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颤抖着问我 童年 刚刚是不是有人 叫我爸爸 我看着抢救室的门重重关上 亮起红灯 跌坐在地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 江燕伸手想要抱我起来 我抓着她的手 狠狠地咬了上去 用尽全力 她没有躲 就那么忍着 等到我尝到血腥的味道 等到我没了力气 我终于崩溃地推开了她 自己站起身 绝望地质问她 江燕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非要纠缠我 我只想和你好聚好散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 她咬牙 打断我的话 反问我 童年 你问我 为什么要回来 你不知道吗 我他妈想 你想得快死了 你说你过得好 到处找人借钱 陪人喝酒 糟蹋自己 烂到泥里的生活 你觉得好吗 你以为我愿意找你 我他妈就是忍不住心疼你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童年 当年明明是你对不起我 你凭什么对我这么狠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好聚好散 江燕抓着我的肩膀 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她想要一个答案 那我就给她一个答案 那一年大学毕业 江燕为了娶我 和家里断绝关系 她被所有人针对 找不到好的工作 赚不到一分钱 她什么也没说 瞒着我 偷偷去工地找了体力活 我还记得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很累 连睡觉都皱着眉头 可是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永远都是温柔又坚定 写满了喜欢 她说 她会努力赚钱 买一个小小的房子 写上我的名字 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会在那里结婚 生子 就这样牢牢牵着手 平凡又幸福地过上一辈子 直到后来 我怀孕了 她却在工地上出了意外 从楼顶上摔下来 差点死掉 医生说 如果不能及时治疗 江燕可能会瘫痪 我知道 江燕是那么骄傲的人 这是比让她去死 更让她痛苦的事 那一天 我去求江燕的妈妈 求她救救她的儿子 我永远也忘不了 她看着我时 比一厌烦的眼神 她说 她不缺儿子 死了一个江燕 也不算什么 即使 江燕曾是天之骄子 是整个江家最优秀的那个人 可是不能继承江家的江燕 就不是她的儿子 她凭什么拿出三百万 去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人可以这样无情 那一天 我跪在地上 磕破了额头 求她借给我三百万 我说 我不要江燕了 我想 江燕大概会恨死我吧 算了 谁说深爱的人 一定要终成眷属 我一边说着 扯住江燕的衣服 歇斯底里地告诉她 你不是想知道 小宝是谁的孩子吗 好 我告诉你 她就是你的孩子 你高兴了吗 你们今天这样来遭见她 你很满意是吗 江燕拽着我的手 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 像是在心疼我 又凶狠地质问我 童年 你怎么敢骗我 你凭什么带着我的孩子 让她受这么多苦 这么多年 你都不愿意来找我 我狠狠扇了江燕一巴掌 然后笑出了声 反问她 江燕 我找你干什么 让你再一次抛弃一切 跟我走吗 你以为你妈妈会放过我 放过小宝吗 江燕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 比爱情更重要的事 我不要你了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你为什么非要来纠缠我呢 我的孩子本来是能治好的 我用不着你的钱 就算我去借 去偷 去抢 我一个人也能把她治好 她那么乖 那么听话 她打针 吃药的时候 从来都不哭 医生都说了 她明明可以好起来的 直到江燕出现 和温婉一起 又一次搅乱了我平静的人生 那一天 小宝被医生救了回来 她陷入了昏迷 谁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我呆呆地看着她 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像是睡着了一样 余光里看到 温婉正在偷偷地笑 她假装叹了口气 皱着眉头怪我说 童年姐姐 如果你早点告诉阿燕 告诉我 我也不是小气的人 我可以让那孩子进江家的门 叫我一声妈妈 她本来不用吃这么多苦 都怪你假清高 现在差也害死她 她大概是觉得自己 终于可以放心了 小宝能不能醒来都是问题 而我和江燕之间 添上了一道 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 她以为 我再也不会原谅江燕 到最后 嫁给江燕的女人 一定是她 她大概是忘了 从前我不要江燕 是因为 我想过平静的生活 可是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江燕重逢了 也知道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多的是人 不会让我好过 我想 既然他们都不想 让我好过 倒不如 大家就都别想好过了 温婉的话还没说完 江燕就冷冷地打断她 让她闭嘴 滚蛋 我静静地 看着病床上的小孩 听见温婉在我身后 委屈地哭了 她问江燕 阿燕 你怎么能为了童年 赶我走呢 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 你喜欢什么样子 我就变成什么样子 我比童年更加爱你 你难道不知道吗 阿燕 我一定会比童年做得更好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你别不要我 好不好 我听着她的话 轻轻笑了 转过身对江燕说 江燕 我改主意了 我要你娶我回家 回江家 我要你把现在拥有的一切 全都给我 然后笑着去看温婉的表情 看着她 面如死灰 第二天 江燕就和温婉退了婚 而我搬出廉价的出租屋 住进了江燕的豪宅 和她同进同出 毫不避讳 有人拍到我的照片 发在网上 很快就有网友扒出 我是江燕的初恋 不知道是谁爆料 说江燕从前爱我如命 我却怀着她的孩子 算计了她 他们说我找她妈妈 要了三百万 答应打掉孩子 从此消失 结果却偷偷生下了孩子 在江燕快要结婚的时候 又跑出来威胁她 网友都在同情温婉 说她长得那么漂亮 家里那么有钱 她才是配得上江燕的女人 他们知道 我从前陪人喝酒 他们骂我恶心 骂我有心机 所有的一切 就像是提前计划好的 迅速发酵 我冷漠地看着网上的评论 在舆论发酵到最高潮的时候 甩出一份录音文件 录音里装着的 是当年我和江燕妈妈 见面的所有对话 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说 她不缺儿子 江燕死了就死了 也听见她说 那三百万是她借给我去救江燕的 这笔钱永远要算在我的头上 这是从前的我 在最害怕最无助的时候 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保护自己的办法 那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卵击石 十分幼稚的这件事 如今看来 却是做得恰到好处 那一天 我打了个漂亮的大声仗 整个网络都在疯狂讨论豪门的无情 还有那个为了救江燕 受尽委屈的我 事情很快上升到 资本欺压普通民众的高度 江家的公司股价狂跌不止 听说董事会全体出面 要求江燕立刻和我分手 解决掉我这个大麻烦 江燕只是笑着 当着所有人的面 冷冰冰地说 只是亏掉那么一点钱 算什么大事 至于童年 我取定她了 江燕根本无所谓 现在想要动她 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简单了 她要是不服管教 一时半会儿 还真没人能拿捏住她 直到最后 她妈妈终于坐不住了 带着温婉 一起来找我 时隔六年 我终于又一次见到了这个女人 她比从前老了很多 听说是董事会逼到她的头上 她失眠了好几天 心里焦脆 我像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笑着请她进来坐 却把温婉拦在门外 温婉再也装不下去温柔的样子 冲着我大喊 童年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你就是故意和我抢阿燕的 你要是真那么清高 阿燕纠缠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去死啊 就凭你这样的脏女人 也想嫁入豪门 你做梦去吧 江燕的母亲都被她吵得头疼 摆摆手 赶紧让人关上大门 我看着她轻轻地笑着 拿起桌上包好的橘子 问她 吃吗 江燕亲手给我包的 她气笑了 瞪着我说 童年 从前是我小瞧你了 没想到你真够能忍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跑回来找我报仇吗 她顿了顿 收拾好情绪 半是威胁 半是劝我 说 其实 这两天的事 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家族 根本也不算什么 等风头过去 江家依然是豪门望族 可是你呢 你不适合江燕 倒不如 我给你一笔钱 再把你和你儿子送出国 你守着她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这些话要是放在六年前 她骗骗我也就算了 只是现在 我敢肯定 在我离开江燕的第一秒 就会被人扒皮抽筋 把我的骨头碾成粉末 扔进海里 江家绝对不会允许 我这样的意外 出现第二次 我笑了笑 轻声对她说 阿姨 您的手段 不如从前那样厉害了 想来你也老了 手里的权力 也不像从前抓的那样 老了 说起话来 也没底气了 这样的滋味 不好受吧 她被我一噎 大概也没想到 从前跪在她脚边 求她救命的那个女孩 如今登堂入室 坐在她的家里 反客为主 她却有些无能为力 她喘着粗气 脸上的肌肉 都在微微颤抖 咬着牙威胁我 童年 你以为有江燕在 我就动不了你 这整个江家 还轮不到她来做主 我能整死你一回 就能整死你第二回 只要有我在的一天 你都别想嫁进江家 我笑着吃完一整个橘子 然后气定神闲 慢吞吞地说 没事的 江阿姨 我可以等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问我 等什么 我对着她笑 笑得更深 挑衅地说 等您同意我嫁给江燕的那一天 为了那一天 我可以一直等 等到您闭眼去死 再也做不了主的那一天 她不敢相信 我敢对她说出这样恶毒的诅咒 捂着额头 浑身颤抖地骂我 童年 你以为你气死了我 就能嫁进江家 我们江家 不会要你这种 忤逆长辈 不孝的东西 她说着 瘫倒在沙发上 我挑挑眉 叫人送她去医院 她根本就不知道 嫁给江燕 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要的很简单 我只是想让大家都不痛快 而已呀 后来我听说 江燕的母亲突发脑溢血 虽然命救了回来 可是人却瘫痪了 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医生说 如果进行长期复健 也可能会好转 她看着江燕 等着江燕做决定 江燕点燃一根香烟 站在床头 屈高临下地 看着病床上的女人 等到抽完那支烟 她平静地说 我为什么要花钱 去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 江燕一直是很记仇的人 多年前 那个女人送给她的这句话 在今天 她终于还了回去 医生说 小宝昏迷期间 虽然像植物人一样不能动弹 但心率已经逐渐平稳 昏睡期间 可以感知到外界的情况 我不眠不休守在小宝身边 江燕也派了保镖 每天严格看守病房 防止那些人再来刺激小宝 江燕每天忙忙公司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医院陪伴我和小宝 她甚至学习了很多照顾小孩的技能 每天晚上还会拿着童话书 给小宝讲故事 我看着她每天这样的殷勤 对她的脸色好了许多 再后来 她开始给小宝讲起我们的过往 只挑那些甜蜜的回忆 一点一点掰开重塑 告诉小宝她的爸爸妈妈也很幸福 以后再也不会丢下她 有时讲着讲着 她开始自己哭了起来 用大手包裹住小宝的小手 放在自己脸颊上贴着 我拿起纸巾擦干她脸上的泪 回握住她和小宝的手 她呆呆地看着我 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心里的话 童年 从今以后 不要再离开我了 好吗 我一定会治好小宝的 等小宝醒了 我们就结婚 好不好 我看着她满是蜥蜴的目光 一如当年我们刚在一起时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 此刻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汹涌地从眼眶流出 我点了点头 好 小宝醒了 我们就结婚 我看着床上小小的人 小宝也一定希望 过着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吧 就这样持续一个月后 小宝能动弹了 有时还能伸伸手蹬蹬脚 睁开眼睛 看看周围 这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全世界都活了过来 我和江燕两个人抱着彼此 哭得泣不成声 经过了半年的治疗 小宝已经从最初的掩掩一息 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江燕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来为小宝 诊治 努力将她的身体调理健康 医生说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病情的康复很重要 小宝也是在看到我和江燕感情的重建后 对未来更加充满了期待 每天都乖乖地听医生的话 好好吃药和做康复训练 不出几年 她就能像正常小朋友一样 每天玩乐运动 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 江燕也终于如愿娶我回家 她母亲说的没错 即使没有她 也有的是人阻止我进江家的门 为了我和小宝 江燕这一年来 拼了命地去争 去抢 得罪了无数人 把江家的权力牢牢攥钻进自己的手里 她将时间全花在了争夺权力和看护我和小宝身上 自己却受了一大半 我问她 值得吗 她说 她只是想向我证明 她和从前一样 一样地爱我 愿意为了我和小宝付出所有 给我们想要的一切 她不想再经历分离的伤痛了 我看着她真挚的眼神 想起了从前 我们挤在小小的地下室里 什么都没有 她的眼睛却总是在笑 像星星一样明亮 充满希望 或许嘴巴是可以骗人的 可是爱情不会 而曾经那个名字叫温婉 想要和我一争高下的女孩 再听到她的名字 是在几个大老板的饭桌上 听说她家里面临破产 可她什么也不会 为了拯救家族 只能嫁给一个大她二十岁的梅老板 给三个孩子当后妈 至于她未来会有什么造化 和我也在无干系 结婚那天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布入礼堂 小宝比从前胖了许多 个子也长高了 穿上小西装显得格外帅气 在台下满是心心眼地望着我和江燕 给彼此戴上婚戒 宣读誓言 江燕此刻笑得像个大男孩 眼神里藏不住浓浓的爱意 童年 我们是不是终于可以幸福了 当然了 傻瓜我笑着点起脚尖 别说话 吻我 她笑着低下头 闭上眼睛 稳住了我的唇瓣 我们在众人的祝福下完成了婚礼仪式 小宝在台下忍不住跑了上来 抱着她的大腿晃悠 爸爸 妈妈 我也要亲亲 江燕蹲下身子 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侧过身靠近我 我和江燕在她两边脸颊上 各落下一个吻 这一幕被台下的摄影师 按下快门拍下 是幸福甜蜜的一家三口 这一刻 我留下了幸福的眼泪 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 今后都是光明的未来